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是很多登山人士心目中一生必爬一次的山 不过从今年7月开始进入登山季之后就意外频传 昨天还传出了台湾有一名49岁的黄姓司机 突然失去意识 送一宣告不治 由于富士山上天后变化无常 宫顶前一定要有万全的准备 登山专家也建议了出发前一个月先爬和欢山适应 白雪矮的顶风闪闪发光 日本富士山7月起陆续迈入登山季 状况美景是许多登山人士心目中一生必爬一次的山 但开山后不到两周就累计无起死亡事件 而19号更传出来自台湾的49岁黄姓卡车司机 在富士山玉电厂路近六合目突然失去意识 送一宫宣告不治 如果要去富士山他先到和欢山做高度适应 这是一个天然简单有效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目前美国经营人建议 是在一个月之内最后是最有效的 专家给出预防小沛波上山前必须先评估自己的运动能力 以及高山适应状况除此之外在上山之后 若民众上山途中发现自己有胸闷胸痛甚至呕吐症状 或是发现自己无法脚跟对脚尖走直线 可能就要考虑立即下山 一般是走六步如果这个中间会摇摇晃晃 甚至会跨出步来的话 那个我们都要考虑他是不是有 也有高山脑水症 呕吐呢在高山症里面就算是一个中度的症状 防止他变成重度的这个高山症 出门前视线天气评估绝对不可少 富士山天气变化无常 随时可能遇到极端恶劣天气 在上山后如果开始冒雨就得避免行走陡峭失路 并且设计好停靠路线 当你在爬上去的时候 你的脚已经抖得开始不停使唤的时候 你就最好不要再玩 最好就是一定要带那个这个 那个登山帐 那你的鞋子也最好要调一些 发地力比较强的 达成功顶成就前请优先保命 千万不可轻忽大自然力量 避免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记得下一层王秋名台北采访报道